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蜂蜜 果子 光说说就要流口水了 喂喂 醒醒 那你吃得很开心时会怎么做呢 我恨不得把它们全都塞进嘴里 真是个急性子 今天我们来看看小猪吃得开心时是什么样子的吧 这条素材出自孙幼金的小猪稀里呼噜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只是吃得开心时大家都把勺子丢下 把嘴巴伸进各自的大碗里 呱唧呱唧呼噜呼噜一片响 吃得碗里直冒泡 哈哈 素材里的小猪也和你的做法差不多呢 是啊 它们连勺子都不用了 作者写了小猪们吃饭时的动作 丢 伸进这两个词写出了它们吃得很开心的样子 餐具好像都变成多余的呢 什么筷子呀 勺子呀 通通丢掉 嘴巴直接伸进去才过瘾 对呀 对呀 我有时还会用手 嘴巴伸进碗里去 吃得碗里直冒泡 这美味的食物为什么会冒泡呀 大家都在专心吃饭 嘴巴都伸进碗里去了 应该是吃饭的时候把食物弄出了泡泡 对呀 如果慢慢吃会有泡泡吗 吃得慢不会有泡泡 应该是吃得速度快才会有泡泡 除了这些 我好像还听到了声音呢 嗯嗯 吃饭时不仅速度快还会发出声音呢 我知道了 素材中还会用呱唧唧唧唧唧唧唧这种表示声音的词语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 看到呱唧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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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唧这样的词语 就好像听到了大家吃饭的声音 是呀 是呀 就好像我们也在旁边看着他们吃一样 嗯 我都有点饿了 哈哈 醒醒啦 你来说一说 作者是从哪些方面来学小猪们吃得很开心的 从吃饭时的动作 速度和吃饭时发出的声音三个方面 素材练一练 赞赞丰 这条素材该怎么用呢 当描写大口大口吃饭 而且吃得很开心时 你就可以用到了 当然 你也可以学习素材里的方法 选选吃饭时的动作和发出的声音 比如吃得开心时 大家都围拢在一起 手舞足蹈 根本看不见完 一时稀里哗啦 咕咚咕咚 只剩下喝汤的声音了 哦 那要是吃得不开心时可以怎么写呢 你可以观察脸上的表情 是有笑容 很享受呢 还是皱皱眉头不太开心呢 比如他眉头紧皱 嘴巴抿着 像是吃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我明白了 好啦 那我来考考你 请你用一两句话说说或者写写 自己吃东西时的样子吧 你吃东西时会有什么动作 会发出什么声音呢 期待你的小奏品哟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坚持打卡好习惯 变身写作小达人 还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另外 在这样子里面 免购